传说中既能入药又能生长的宝藏是否存在 考察队深入密林融入展开实地考察 会生长的宝藏地理乌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 在广西的乐业县传说有一种宝藏 它不仅能够入药还能够作为肥料使用 更为神奇的是它竟然能够生长 就算是挖完了 隔上几年它又能够重新长出来 这种既能够入药又能够生长 还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宝贝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的考察队走法罗乐业县的许多地方 每个地方都能够得到不一样的回答 但是按图寻找却发现答案与传说中的宝藏都相去甚远 会生长的宝藏到底是什么呢 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考察队只好回到原点 开始了层层波茧式的推导 终于有了发现 这传说中的宝藏是用来炼制不老仙丹的一种矿物质 可是问题又来了 这矿物质一般都是不会生长的 那么这种能够入药又能够生长的宝藏 究竟是哪一种矿物质 乐业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 距离广西首府南宁市400多千米 乐业县境内分布众多的天坑 目前在大约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天坑28个 全世界13个超大型天坑中分布在乐业的就有7个 乐业天坑的数量和天坑分布密度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 因此乐业县也被誉为世界天坑之都 考察队在对花瓶镇甘田镇又瓶箱进行考察后 发现每个地区对会生长的宝藏的描述都不一样 但他们都不是考察队要寻找的会生长的宝藏 在向导的指引下 考察队来到了乐业县同乐镇 就在队员们在一户农家休整时 大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老人说当地的山洞里有一种宝贝 早些年他们当地人都会从山洞里挖出来 撒播在田间 只要撒播了这种神秘物质 那年的农作物肯定会高产 老人说这种东西说来也奇怪 好像会长一样 不管怎么挖都挖不完 考察队在村子里连续寻访了好几位村民 他们都说这种物质除了能够当肥料 而且还能入药 现在没得了 现在没得了 以前是家的农头看过 那个是走从在哪挖的呀 在冬里面 以前他们人都从那个里面挖东西出来当肥料 以前是要做肥料的 现在呢 现在没用了 当肥料的那个东西 可是当考察队要求进洞一探究竟时 老乡们却百般推托 它都能长出来 你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现在没有时间啊 在哪啊 那能够 下面有一个 上面那里有一个 那个地方有一个 远吗 好远 好远吧 在考察队的一再要求下 老乡终于带着大家来到了藏宝洞的山脚 但对宝洞的位置 却还是密而不宣 洞口啊 洞口很矮的 很矮的一个洞口 考察队只好决定自行前往 这座山 距离老乡所在的村子 也就几千米 别看海拔不高 但上山极其困难 老乡说 当年村民为了财宝 曾开辟了一条路 最近几年 为了保护山林 政府禁止人们上山财宝 进山的人慢慢少了 偶尔需要踩点洞里宝贝 入药的时候 才会有人进去 老乡说的宝贝 似乎和考察队要寻找的 既能入药 又能生长的宝藏 十分相似 那它 会不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 会生长的宝藏呢 广西的洞 大都是溶洞 洞里遍布暗河 支洞等陷阱 为了考察能够顺利 安全地进行下去 当地陪同人员 为考察队请来了一位向导 龚老师是当地 飞猫探险队的队员之一 他有着丰富的探动经历 对溶洞的地形非常了解 考察队首先考察的 就是老乡说的藏宝洞 为了确保安全 拥有丰富经验的龚老师 在前面带路 龚老师一再强调 让我们沿着他走过的路行进 因为在这些长满杂草的地面下 极有可能是一个个隐蔽的竖井 树井是天坑的一种形态 它的形成和天坑一样 都是由流水冲刷 塌陷形成 只不过学术上 只有平均宽度与深度 均大于一百米的坑 才称为天坑 终于考察队到达了洞口 洞口非常狭小 大家必须弯腰才能进入 这个洞口好小啊 慢点 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后 洞内豁然开朗 继续往里行进 是一个斜坡 老乡说的宝藏会在里面吗 在洞底 龚老师发现了很多被挖过的痕迹 那老百姓说的那个宝贝是哪 就是这一代 你看他们都挖过了痕迹 原来被老乡当成宝贝的 竟是这些看似普通的泥土 龚老师说 由于这个溶洞必是清晰 洞顶的雨水渗漏进来 就会携带大量泥土 汇集到洞底 让人很难准确辨认 宝藏的真实身份 这让考察队员不免有些遗憾 这会生长又能入药的宝藏 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呢 这种像泥土一样的物质 竟然能够入药 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专家推测 如果这土真的能够入药 肯定里面还有某种物质 可是这种物质究竟是什么 仅从外观上根本无法做出判断 老乡告诉考察队 在距离藏宝洞不远的 大石围天坑有个中洞 这洞里也有很多像这样的宝藏 早年间当地老乡也曾经下去挖宝 考察队决定去大石围天坑的中洞看看 大石围天坑是一个东西长六百多米 南北宽四百二十米 垂直深度六百一十三米的巨大天坑 老乡所说的中洞是位于天坑中部的一个洞穴 在龚老师的带领下 考察队出发了 一路上 龚老师告诉考察队 大石围中洞里的这种宝藏 是乐业地区品质最好的 据说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有人进去采宝 本以为能够顺利到达中洞 可谁想 这条所谓的小道根本不算路 考察队一路上 都是在布满荆棘的树丛里行走 你下来扣着这边的颜色 先抓稳了 才挪不 扣到这边上面 然后手除到那边 你别扯 不用手指 往前一点 可就算是再小心 也免不了全球 一阵混乱之后 队员们意识到 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更危险 考察队决定 减少负重 以保证安全 龚老师 我们待会是从这条路返回吗 对 你下来还拿吗 下次换你到洞里面拍 你下来就放得着得了 实际 反正 放这里 放这里 反正随便 这路太能走 要了的话也没有问题 这路太难走了 然后反复放着也没有人反正 有人的话随同 它偷起也没用 前面基本上是没有路过 你看 咱们还要返回这条路回来 对 那就把这样子放在这 怎么爬上去 要么就是从马峰洞里拿绳索上下 可以 那个我看 在天坑底部 考察队发现了很多奇怪的植物 我们现在在那个一个天坑底部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发现这里面的植物特别的奇怪 你看看这个树叶上 它长了好多这种 类似于小包一样的 小疙瘩一样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 它是什么植物 还有这个 这个树枝上 长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小菜 这样的小菜 很扎手 不小心给扎一下 能给扎出血了 一路跌跌撞撞 考察队终于来到了大师围中洞 这是一个巨大的洞厅 面积大约四千多平方米 在龚老师的带领下 考察队找到了传说中能入药的宝贝 青苔盖住它了 其实这里边都是 这个 这个是挺好的 你扎了下来 很松软的状态 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的 这里的土呈灰白色 质地松散 颜色也更纯 专家从外观上推测 这些物质可能是销 销既能做肥料 又能入药吗 在这个溶洞内 考察队还发现了几个 用土累计的池子 考察队试着测量了其中一个土池的面积 等一下这个纸巾 4米6 4米6 在这 4米9 经过统计 中洞内的土池 共有6个 大的直径约5米 小的也有3米 那么 这些池子 是用来干嘛的呢 这是销池 他们炼销的 这个就是他们炼过的 废气的那种销泥 龚老师告诉考察队 这些池子 是用来炼制火药的销池 据史书记载 销是炼制火药的主要物质 几年前 曾有考古专家 对中洞进行过考察 专家从大师围中洞内 销池的规模 以及销土的数量推断 这里曾是一个规模庞大的 火药生产基地 考古研究还证实 大师为中洞 销的开采历史 应该是从宋朝 一直延续到清代 这种用来炼制火药的销 为何能被当地人 当作肥料使用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队员们采集了中洞内的 泥土样本 送到实验室 进行成分分析 化验结果显示 中洞中的这些泥土里 含有氮 磷 钾等营养元素 这和化肥的成分有些类似 因此在物质 不是很丰富的年代 当地村民会用它来替代化肥 可是这种用来炼火药的销 究竟能不能入药呢 查阅读研究竟能不能入药 为了调查肥是否真的能够生长 考察队决定 对另外一座洞穴进行考察 龚老师说 在前年 当地人为了开荒重地 在这座洞穴中 大规模开采过硝土 早已将洞内的硝土 挖得一干二净 如今这个洞 已经废弃 如果硝能生长 那么在洞里 也许能够直观地看到 硝土的生长情况 进入洞内 龚老师带考察队 找到当时人们挖硝的地方 考察队惊讶地发现 经过三年的时间 曾经枯竭的硝土 已经重新生长出来 原本已经挖空的硝土 经过几年 竟然又长了出来 那么这里重新生长出来的硝 到底有多少呢 通过现在这一路早来 我们能估算这个 这个洞里面的硝 可能有多少 有多少吗 看看这里的长度 可能有六七十米的长度 然后我们在的这个位置 可能宽度可能有十几二十米 这样吧 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深度的话 可能有六米深 肯定有六米深 如此看来 肖果然就是考察队要寻找的 会生长的宝藏 可是肖 肖为何会出现在溶洞中呢 专家说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确定 肖在乐业地区的溶洞内出现 究竟是偶然现象 还是带有普遍性 乐业是一个卡斯特地貌集中发育的地区 在这里 在这里到处遍布天坑溶洞 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溶洞进行考察 由于溶洞分为肝洞和湿洞两种类型 专家说 可以选取几个肝洞和湿洞分别进行考察 就能得出结论 考察队首先选择的是一个肝洞 这个洞位于公路旁边的悬崖之上 有路可以到达 站在洞口 考察队发现 这个肝洞实际上是一个贯穿的洞 在洞内 考察队发现了肖的痕迹 这是肖泥吗 这个也有 含有少量的 含有少量的肖 含量不高 含量不高 如果有好多的话 老婆先找的拿出去了 在这个洞的洞壁上 也有一层薄薄的肖土 还有其他杂质 你看可能有些那种青苔之类的 也长一起 龚老师说 肖不光长在地上 还生长在岩壁上 时间长了 岩壁上的肖就会掉落 一层层堆积在地上 随后的考察 让考察队发现 只要是干洞 都会发现 消土的踪迹 那么 在油水的湿洞中 会不会有 消的存在呢 接下来 考察队决定 前往一个湿洞 进行考察 龚老师 对湿洞中的中乳石和岩壁 进行了仔细观察 并没有发现 消的存在 蛮多的 又有光照 像这样水洞 基本上 没有什么消 这不是吧 这个不是 在其他的石洞中 也没有发现 消土的痕迹 看来 消土只在 干洞中生长 这究竟是 为什么呢 石和岩 发育区的 岩壶洞穴洞中的 消失啊 又称为消岩 其实呢 就是富含 甲 钠 钙 铭 还有鞍的 消散岩 它的成因呢 基本是这样 就是 雨水 还有地下 水流的水 在通过土壤的时候呢 把土壤里边的 这个 易溶的 消散岩 溶解之后 沿着这个 水流水 就带进 这个 沿着裂缝 带进石灰岩的 溶洞里边 在东壁 或者东底 成建下来 就这样的行动过程 在考察中 考察队还发现 遍布洞内的蝙蝠粪便 也是促进 萧 形成的条件之一 在长期的研究中 周教授还发现 萧的形成 和溶洞的海拔 温度 也有着极大的关系 真的会是这样吗 考察队决定 对发现 萧的溶洞 进行海拔 和温度的测量 通过对几个 溶洞的考察 考察队发现 这些涨销的溶洞 海拔都在800米以上 温度25摄氏度左右 龚老师告诉我 在乐业地区 位于这个海拔高度的洞穴 基本上都是没有地下水的干洞 专家说 卡斯特地区降雨丰富 土壤中的无稽物 随着降雨流水 渗透至溶洞内部 再加上山洞里 动物的粪便 当这些物质 与水混合 便会逐渐腐散 在干燥的季节 水分蒸发 慢慢形成 今天看到的萧 而由于湿洞中有水 水会带走萧这种物质 因此在湿洞中 往往看不到 萧的存在 那么 萧为何会生长呢 大家知道 萧石是易溶解的 它的形成是一个反复的 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形成过程 因此它具有去之不尽 永之不解的特点 专家说 萧是外来物的沉积 由于它的形成 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 因此它也是会生长的 根据萧的四大特点 既能入药 又能当肥料 还能够生长 而且生长周期在两三年 如此来看 在当地流传千年的 会生长的宝藏 就是看似普通的萧 生活在此的当地人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无意间发现萧的用途 于是便对它进行采集利用 在这一过程中 人们又发现 萧竟然能够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因此当地人便认为 这是上天自语的 会生长的宝藏 据当地人描述 他们的祖先 也是在不经意间 发现这个萧土 会生长的奥秘 原来当地先民 在使用萧土的时候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当一个山洞里的 萧土采挖殆尽的时候 他们就会将这个山洞 封进起来 转到其他的萧洞 从事开采 可是过上两三年 当他们再次走进 这个封进的萧洞 却意外发现 曾经采挖干净的这个萧土 竟然神奇的冒了出来 所以当地人常常把这个萧洞 称为聚宝盆 藏宝洞 因为这个洞里 腹集的萧土 不仅能够给他们带来财富 还具有神奇的再生功能 自然间就是这么神奇 当人们对一些神秘现象 无法解释的时候 人们总能够产生一些 美好的遐想和传说 而这些传说的根源 恰好就来自于 人们的生产世界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